很多品牌都有的 嗨大家好 我现在在五大莲池市 现在要去逛一下 这个五大莲池市最大的超市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繁华的地段了 这条路是德都大街 百货大楼保存 华晨超市华晨大药房 这边正在盖房子 华晨超市 这边最大的超市啊 一个车 要是场幸福爱着那一份感动 将烦恼一扫而空 走过那川下车红 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生活虽然心色匆匆 要学会面带笑容 不用再因为谁又不虑重重 就在那命运之中 有一天一出生鲜 上边发现送给你一片 幻影 每天趁起沉默 西葫芦一块九毛九 本地茄子四块九毛九 尖椒一块九毛九 大白菜八毛九 海带 海带丝七块五毛八一斤 哇 还有嘎啦呢 嘎啦是六块九毛九 鱿鱼 啊 虾仁 东西还挺全的 面食 酸奶 冻饺子 这边最大的超市逛完了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药买上了 还有进口的还不错 本来想再逛一下这边最大的商场 实在是走不动了 说一下这边最大的超市 刚一进去呢 感觉还是挺好的 日常生活当中想用的东西呢 都有 但是呢 你要讲究一个精细 这个就没有了 但是生活上所需的用品都能买到 最大的商场就不去了 因为太累了 而且呢 我也听说了 最大的商场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买的 人家说不推荐啊 不要去了也没啥意思 本来想让朋友们看一下这边最大的商场什么样 实在走不动了 就不去了 现在去吃饭 刚才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吃的啊 也没搜着有什么好吃的 就搜了一个差不多的啊 让朋友们去看一下 很便宜 我也去看一下 合适呢就在那吃 不合适呢就再走 妈妈菜12元自助快餐 我发现他们这儿都是自助快餐 这一个人12元 这一个人12块钱 不行啊 那是个快餐呢 搜自助 他就出来这么多自助快餐 这一个人不好点菜啊 他想吃条鱼呢 你给我点这份吧 这是柳根啊 来一份这个 这没有了 行了这是我特殊的座位 特殊的待遇啊 不做这个连这个也没有 这菜码挺大呀 就是这个颜色白了了的感觉 能好吃吧 是吗 我总感觉好像有点酱油似的 这个菜不放酱油 想一想啊 味道还行点 这干豆腐很薄啊 这是东北干豆腐的特点 特别薄 这菜这全是油啊 油好大呀 好嘞 那边那个客人走了 我能不能过去上那去 这是柳根 酱烧柳根啊 味道还行啊 只要这个鱼啊 嗯 刺儿挺细 这个鱼是好鱼 是一个 肉很细嫩的鱼 嗯 太咸了 不是一般的咸的 这是野生的柳根 朋友们猜一下 这一份多少钱 我搬家了啊 搬到这边来了 这桌的客人走了 两大盘菜啊 量太大了 它这菜啊 都是油特别大 这个上面也飘一层油 这个也是飘一层油 而且啊 这个鱼太咸太咸了 这个还行 这个口味还行 它这边菜啊 量就是很大 我看我连一半我也吃不上 但是一个人真的没法点菜呀 这个鱼的味道还行 就是厚咸厚咸 不敢吃了 没有土清味儿 但是就是厚咸 可惜了这鱼 看着这两大盘菜 我有点愁的话 我觉得三分之一我也吃不上啊 感觉要吃饱了 要喝很多水啊 马上回去慢慢吃吧 这个可以回去放一点豆腐炖一下 炖一下又不太咸了 我吃两天吃不完 吃了四条小鱼 那还剩这么多 这两个菜 它售我九十块钱 那个鱼呢是五十八 尖椒干豆腐是二十八 然后打包盒四块 一共是九十块钱 朋友们你们觉得值不值 好了今天进城呢 把事都办完了 饭也吃了 开始往回走 回去看能不能再去泡一水 我看这个天呢还挺热的 应该是能泡一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收看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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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